- 跟著米露玩Robot遊戲更好玩 大家好我是米露 那我們這一次要來做BOSS挑戰賽 那這一次挑戰的BOSS呢是卡塔庫莉 因為之前有人在DC跟米露講說 要看我單挑卡塔庫莉 那米露就來試試看吧 因為卡塔庫莉一個人其實是不好打 那卡塔庫莉有分為未覺醒跟覺醒後 那覺醒後必須要拿巧克力聖杯 並打敗500個追作島的敵人就可以召喚出來 那我們首先要挑戰的是卡塔庫莉沒有覺醒的 那我們這一次的裝備呢 頭上我們帶的是綠衛塔的皇冠 那皇冠呢他可以增加近戰的攻擊傷害12% 並且有25%的回血速度 可以對我們的回血很大大的幫助 因為打卡塔庫莉最重要的就是血量 不然你會一直被他打死 然後再來我們使用的果實呢是鑽石果實 那鑽石果實呢他的技招是可以增加我們的防禦率 也就是減傷的意思大概有減25% 那統計數的部分米露選擇了近戰防禦跟槍 近戰呢就是拳法 那槍的話就是吉他 因為拳法選拳吸血 加上吉他的大招也是可以吸血 那一招可以將卡塔庫莉做暈眩 那X招也可以暈眩 那傷害的話呢 因為米露這一把吉他呢有附上抓第一強 所以傷害會再往上拉一點點 再配上我們統計數全滿 那傷害可以拉到最高 大概有8000多 那武器呢我就選擇了雙刀了 因為雙刀呢 他在我變身V4的時候呢 統計數都是250的 所以他也會有傷害 我們加減來增加一些傷害 那待會呢 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V4變身的方式 進去直接打卡塔庫莉 這樣增加一些傷害 那種種族的部分呢 種族我們選擇了人類 因為人類米露是點了兩個增傷的 就是他的數字達到150的時候 傷害至少會多 2000多的傷害 那對我在刷卡塔庫莉應該會速度快一點點 應該會有幫助的 那我現在就趕快去把我們的 V4的能量集滿吧 GO 能量集滿了 變身 現在是V4的狀態囉 召喚 開始 計時開始 走 工商時間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米露 我是哥哥 米露的直播又要新增時段了喔 現在米露決定在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晚上 八點 還有原本的禮拜六 我們十一點到下午五點的時間呢 這段時間我們都會進行直播 幫粉絲朋友們 要記得喔 千萬不要干擾米露直播喔 不然你就必須要唱 以下這首歌曲 搭搭搭 那米露有幫你翻譯了不用擔心你不會唱 那我們直播見喔 掰掰 變鑽石 喔 進來他就給我嚇壞耶 沒遇見他 在提他釋放的時候 順便細他寫 那是最最好的組合 我們來講吧 我們去牠搜尿 Gro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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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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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